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能吃出味道了现在 你说什么 可是这粥 怎么那么难喝啊 你怎么喝完它给你做的东西的呀 放我出去啊 放我出去啊 放我 好丑 小结巴 我接了小结巴的面具 她也会这样收封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玄机 玄机 玄机你怎么样 你怎么动成这样了 六师兄 我其实一点都不冷 她 她 她自己要抖的 对了 六师兄 我就是 就是不想一个人 再在这个洞里面待下去了 你说爹爹会不会在这里把我关一辈子 我 我总是 总是给爹爹丢人 还要给少阳闯祸 她会不会 会不会真的不要我啊 玄机 不许胡说 师父是掌门自有她的难处 可她是舍不得你的 我今天能来 也是师父特意盯着我来给你送饭 她惦记着你呢 而且我和玲珑也都在为你着急 也都在想着让你出来的办法 你可不能先生出丧气的念头啊 会有办法吗 办法呢 咱们得慢慢想 当务之急啊 事先吃饱饭 你不许说不吃啊 这要是身子垮了 你更撑不住了 这粥啊 是玲珑亲手熬的 她说师父不准她上来看你 总得给你做点什么 好让你知道她的心意 来 这是玲珑亲手做的 玲珑的心意 我肯定要吃的 怎么了 太烫了 六师兄 我 我能吃出味道了现在 你说什么 我 可是这粥 怎么那么难喝啊 你怎么喝完她给你做的东西的呀 不喝光的话 那丫头会伤心哪 你真吃出味道了 六师兄 这里边那么多菜 味道都不一样吗 对 来 你尝尝啊 这个是咸的 咸的 好吃好吃 再尝尝这个 这个是甜的 有点酸 真好吃真好吃 这个是辣的 来尝尝 辣的 这个真好吃了 你慢点啊 别被辣道了 玄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 你其他五十都恢复了吗 你会哭了吗 你要是会哭的话 师父就能放你出去了 哭 你快试试 有眼泪了吗 我会哭过去 吃起来 你什么事啊 你哪有四个面团